前几天咱们家红嘴南雀在外面玩的时候 被鞭炮声吓飞了 我已经找了好几天没找到 今天又出来看一下 我好像听到前面有红嘴南雀的叫声 这里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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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飞走了 越飞越远了 看来不是我们养的 如果是我们那只的话看到我它绝对会过来 我们去前面山上看一下有没有可能飞到大树林去了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都是野的 看到我就跑 前面树上有两只 我们过去看一下 看它希望不大呀 看到我它们就跑 都跑了 都跑了 这不是我们养的 这边山上我都找过来 还是没有 我们去河边看一下 我们去河边看一下 看有没有可能飞到那边去了 那边好像有一群喜鹊 咱们过去看一下 咱们过去看一下有没有可能跟喜鹊在一起 总算是找到了 它呕坏了 这里有垃圾 好臭啊 身上 回去要给它好好洗一下 呕成这样了 先吃一口吧 给它带回去 等一会吃饱了 又飞了不好弄 我们先给它带回去 我们先给它带回去 吃一口 免得等一下饿晕呢 路程还有很远 感觉它身上有一股饿臭味 看一下我身上好恶心 等一下回去 要好好洗一下了 想吃 先给它带回去再说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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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跑了 刚刚前面一只白杜 那白杜一飞这样 一下子给它吓飞了 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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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得给它抱着 前面那上面还有一群大鹅 不好办 吃饱了 万一再飞走了 就不好办了 我先给它抱着 带回去洗干净再说 总算是给它带回来了 看一下现在吃饱了之后 精神状态非常好 本来这一次以为都找不到它了 还好给它找回来了 看来我跟它的缘分未尽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它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 不过来的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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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了